好,我们继续来看 他这里说到阿含经的集成从来就有色诵 大致以识经为遗迹,以遍识经者的记忆 好,那我们先来看 他后面有个window呢,先看七十一页这个 他这个总window呢,别window呢 这个不是经的色诵,这个是论的色诵 就是与其识记论的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是戒略教想行速通 那我们来看这个,你看 当到七十二页,这个是论的 他先解释戒,然后解释说 就别window呢这边,那总window呢是整部的 那这里讲戒,然后说 你看别window呢,这个戒完之后是说 说后面是前行,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观察翻过来 七十四页,我们看小字 小字的是与其识记论的 观察,然后后面是果 好,那把这个是与其识记论的色诵 那阿含经的色诵 不是这个,阿含经的色诵在哪里呢 我们看七十一页就是第一经,有没有 然后第二经到第五经 然后后面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七十三页 到第十经在七十四页 第十七经的最后面 有一个色诵 他们又写,就是 无常及苦空,非我正思为 无知等四种,及予以色喜乐 那么就是这十部经为一个色诵 那这个是什么呢?第一经是什么? 无常 第二经到第四经 苦空无我 我们来看 第一经是讲无常的 那翻到第一经来看 那么 这个是第一经 这个阿含经的第一经到第四经 就是 无常 苦空无我 我们来看 佛在吉远经社 观社无常 如是观者则为政见 政见者身验礼 这个是观无常 第二经到第四经 那么就是 如观无常 好像观无常这样 那因观苦 观空 观无我 那就是 无常是一经 苦是一经 空是一经 无我是一经 这样就四经 然后之后 还要什么? 要正思为 第五经是正思为 所以 他用这样来记忆 无常及苦空非我 那就四部经 正思为 一般是这样讲 无常及苦空 那是第一经 无常 苦空 第二经 第三经 无我 非我 非我正思为 第四经 第五经 无知等四种 那么 有四经 就九经 急于色喜乐 第十经 那所以 这个就是这样 那第六经 就是无知 就是无知 于色不知 那第七经 于色不知 不离欲滩 那么七八九 十 七八九十 就是无知等四种 那 那 急于色喜乐 大概就是这样 六七八九 还有第十经 于色喜乐 那么基本上是这个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第十经 若于苦爱喜 于色爱喜 者 则于苦爱喜 所以第十经是 于色喜乐 那六七八九就是无知等四种 有四种无知 于色不知 那么 一样 这里讲 就六七八九 这是四种 所以总共 这个就是一个色诵 这个色诵在 帮助你记忆 到底是哪几部经 那用一个色诵来 因为他们要先背这个经 之后再背这个色诵 那忘记了用色的色诵 第一个无常及苦空 无常是第一经 就是报这个次第来背 所以这个色诵在这里 就是在七十四月 这个 这个是经的色诵 那前面那个 总温度兰 别温度兰 那个是论的色诵 就是他 于潜世纪定论解释 第一个是 因为他要讲那个中药 刚药 那个是论的色诵 好 翻回来 那样大概知道 那后面 大概十部经 不一定十部 有时候六部 有时候五部 有时候七部 有时候十一部 不一定 有时候十二部 但多数是十部为一经 多数 多数是十经为一宋 就是一宋是十经 但不一定都是十经 这个后面我们慢慢看就会知道了 好 那再回过来看三十八页 他说 所以说大致以十经为一宋 以便持经者的记忆 杂寒经的五音宋 五音五蕴 这一部分 传意 使保存了色诵 就是 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依这个色诵 会可以知道他的赤地 所以 共五卷 就是有五卷有保 总共有五十卷 但是 那么只有五卷里面 有讲到这个色诵 其他的没有 有色诵 他就是一色诵 因为他是一次地的 无常及苦空 非我正思为 你就知道无常是第一经 苦是第二经 空是第三经 无我非我是第四经 正思为是第六经 反正你就知道 这样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有色诵的只有五卷 那么是在现存本里面的 第一 第十 第三 第二 第五 就是一二三五十 只有这五卷 那么可以照 因为有色诵就简单了 乱的就是把那个经拿回来就好了 照色诵 但是没有色诵的 因为他总共有五十卷 有两卷不见了 剩下四十八卷 四十八卷里面 有五卷是有色诵的 那其他四十三卷就是没有 四十三卷 没有色诵 那没有色诵 当然也有捣乱的 这是经券次第的捣乱 那没关系 那怎么样把它编回来呢 当然于且之间的 还有一其他的 还有一什么 还有一杂阿 杂阿罕还有另外一种版本 就是加设一部的 杂 就是别译杂阿罕 那又 等一下后面会讲 就是 就是参考种种的再把它 把它编回来 好 所以他说 这个杂阿罕 捐精卷次第的捣乱 那 献存 堪本 卷八出庭 送六路出品第二 卷十二提 杂英颂第三 品之四 卷十六提 杂英颂第三品 杂英颂就是讲元旗的 因为他是五韵六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杂英颂 之外就是讲道品的 那么这个很容易分 那么 卷十八出题 弟子所说颂 卷二十四提 第五颂 道品第一 可是 可见权精 其实 他有分为多少送多少信 也就是多少品 那多少送多少送就是 你让你背的 像 背一次 就是一送 就是让你背 背整个段落 那有可能是分给不同的人背 所以就变成一送一送一送 那像 像我们讲这个律 叫做八十送律 可能就是有八十回 那么可能就有八十个人 你背第一 你背第二瓶 第三瓶 就是大家背 然后再互相背 其实基本 因为怕 一个人背那么多 怕会乱掉 或是忘记了 所以其实是分给很多人背的 那以前都是用背的 没有书嘛 都用背的 那背不能只叫一个人背 你记忆力再好 但是你背久了 你就刺激 你就很容易会背 你就会背 但是再怎么会背 也有可能会背错 会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分一送一送 那一送一送 有一种就是说 也有是说 你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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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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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送 好 那这个 所以他变成 这个 分多少送多少送 也就是多少品 多少品 但凌落不全 不能明了一经组织的全貌 因为乱了 乱成一堆 所以你很难知道 没有次序 这是部类分拌的不完全 好 就是 他们同一类的 没有放在一起 就好像 你这个图书馆里面 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 这个属于道教 这个是佛教的 这个是佛教里面的天台 这个里面的华言 乱了乱了 没有真的把它照部类来分 杂含经为原始佛教的根本圣典 我们把它叫做根本佛教 根本佛教之后 我们把它叫做原始佛教 就是部派 它基本上是原始佛教 但是这个 这个基本上 是原始佛教的教点 就是说 佛陀时代说的法 我们叫做根本佛教 一般历史上是这样分的 这个还是要稍微说一下 这上次我们也有说过 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根本佛教 那我们说过 大家设结极 大家设结极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原始佛教 那后来变成部派 变成部派佛教了 其实是这样的 那 佛在世 我们早上有说过嘛 那佛假设 45年 讲了15000部经 假设 那么大家设结极的 大概 比如说一半好了 就500阿罗汉结极的 因为有很多人 没有参加 比丘尼没有参加 居士没有参加 不管你证果 没有证果 那阿罗汉 会解脱的阿罗汉没有参加 还有很多拒解脱的阿罗汉也没有参加 就500个阿罗汉参加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并不是收集了所有佛说的教法 并没有 就是主要的部分跟重要的部分 其实是这样 那假设他结极了一万部 就阿罗汉经里面有一万部 那一万一万三千部 一万三千 假设他有很多重复的 那同一部经 那有很多人 很多人不同的看 就是记忆不同 同案并列 所以一部经可能变成五部六部 那我们就给他讲 就是大概有一万部来讲 那还有其他的没有 那么所以 大家设结极的时候 大家设结极的时候 他只是佛 大家设结极的经典 并不是佛在世时所有的经典 而且已经经过大家设结极编辑过了 他有可能稍微有做调整 那么大家设结极之后 慢慢依这个经典就变成部派 各个部派 所以各个部派 现在我们的这个杂涵是说一切有部的 那很明显 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很明显有三四十有的概念 那这个南传的那个相应部的 它是同谍部的 又有同谍部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大同小异 但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所以那个是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杂涵 其实是部派的 部派的这个 部派佛教的东西了 但是它比较接近大家设结极 杂涵比较接近大家设结极的那个时候 但是大家设结极 比较接近根本佛教 但不等同根本佛教 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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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么我们只能从 这个杂涵里面 但是 一切的经典以这个为主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根本佛教 其实是这样 但是原来的根本佛教是指佛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的时候 那么后来 结极的就叫做原始佛教 那原始佛教之后 就是大家设结极的 那么基本上 后来 现在看到的都是部派佛教的东西了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它这里讲到 它说 杂涵经是原始佛教的根本圣典 它是主要的 而传译为汉文的 由于古代的辗转传写 从译出到刻板 翻译的时候 我们说过 是在什么时候翻译的 原家十三年 依圣曼经序来说 原家十三年翻译的 是四百三十六年 四百三十六年到刻板 刻板是什么时候 真正有木刻板是在明朝 宋元明 就是宋朝基本上就有大藏经了 但是到刻板的时候 基本上是明朝 这个明朝是一千多年 所以四百多年到一千多年 中间大概就是五百多年 大概长达五百多年 那么 竟缺义意乱到如此 不明全经的统序次第 实为文师正法的最大障碍 就是他这样编 有他的意义 那么我会告诉你 比如说 第一经到第 雜喊第一经到第四经 无常苦空无我 那无我是核心 无常也是要到无我 苦也是要到无我 空也是要到无我 那么由无常入无我 那么你如果次第乱了 那么就比较没有办法知道 他的一个次序 我们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三十七道品里面 基本上次第是很明显的 四念处 深受心法 是很明显 那四正前 那么这个就比较没有关系 以断恶 未断恶 以修善 未修善 那这个不管是从 以断恶 未断恶 以修善 未修善 开始都比较没有关系 那么 四如一主 欲擒新官 他也是有次第的 五根 信经念定位 也有次第 那么 这个五例也是一样 要由信开始 戒定位 或是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正女正业正命 他是一个次第 不能乱的 但是七觉知 七觉知在各个经论里面 讲的次第 就很乱 那不同的次第 你把念放在前面 跟把责法放在前面 把舍放在最后面 跟把定放在最后面 是不一样的 所以次第不一样 他的解释就不一样 那如果你去看经论里面 讲的这个七觉知的次第 你会发现 那么有七八种说法 但是不同的次第 你就不一样 先修什么 然后再来修什么 那他是不一样 所以他次第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经过不同的次第 你就有不同的解说 那无常 苦 空 无我 他就是一个次第 类似像这样 好 那 他这里讲 所以说 这个 你不知道 全经的统序次第 那么 这个是文师正法的最大障碍 到近代 就是民国十二年 西元一九二三年 支那内学院 我们说这个支那内学院 就是阳仁山之后 两个主要的 就是近代佛教 两个主要的 在佛学上 特别有贡献的 一个就是支那内学院的旅程 不是 欧阳晋 欧阳晋 我叫欧阳晋武 他们是走维世这一派 专门弘扬于且施地论 法相中的 现在还有 还很活摇 那 欧阳晋武的底下 有一个旅程 另外一个就是出家人 这个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底下 有一个应顺导师 那么比较偏中官的 那中官跟维世 从宋元明清以来 唐朝以后 基本上中官一直没有 中官一直没有 在中国兴盛过 没有 中国虽然有三论宗 但不等同中官 一直到应顺导师 那么中官学才开始慢慢兴起 那么重视阿罕间 那 唯世也重视 因为于且施地论的摄氏分 就是以阿罕间为 杂阿罕为主 那 这个 旅程跟 应顺导师 基本上在现在的佛学界 都是非常有贡献的 那么这来自于欧阳敬武 旅程是欧阳敬武的学生 那应顺导师是太虚大师的 一直是太虚大师的 那所以 那 这个 欧阳敬武办了一个 内支那内学院 专门弘扬为师 那太虚大师办的可多了 他是八中共红的 那所以 这个 太虚大师有关的佛学院 大概有五间到 四间到五间 那所以这里 支那内学院的 他说 旅程 我们说过旅程的佛学 尤其佛教史 非常的通 他有一本名著 叫做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史 也是很有名 他是要发表 杂阿罕经刊定记 证明了 与且师弟论的摄四分 弃经事则摄摄 实为杂阿罕经 主体的本母 摩丹尼迦 那我们早上讲 摩丹尼迦其实原来是论 论议这杂阿罕的 抉择这个杂阿罕的经义的 那么论文从卷八十五到九十八 这与且师弟论 与且师弟论的卷八十五到九十八 有十四件 依论议对读经文 经文应有二十二件 但一卷已经一师 只存二十一卷 所以一部分从设诵 导师怎么样编这个 怎么知道这一经是在这个地方 这一经是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一设诵 第一个一设诵 因为设诵在经后面 他就是讲的 但是设诵只有五卷 设诵只有五卷 那总共有四十八卷 只有五卷 那其他的怎么办 一 与且师弟论的 因为与且师弟论是对照 它的次第是对照 这个杂阿罕经边的 所以从与且师弟论推回去 但与且师弟论是四卷 对照经文是二十二卷 一卷一师 所以只有二十一卷 这样经论对体 大杂阿罕经主体部分 以次第 总算以充分的明了出来 就大概了 那日本昭和十年 出版的《国义一切经》 新定杂阿罕 那么既成直起政治的考教部分 他说论文发表于1908年 那但是他出版的《国义一切经》 里面有杂阿罕经的考定 新定 这个在1935年 那没有人重视中国学者研究的业绩 因为他们日本那个时候 对佛教研究 研究的很多 那他也不太认为 中国有这一部分的人才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 对佛法的研究没有那么深入 所以即使在后面 他没有看到说 既成已经发表了 杂阿罕经的刊定记 已经清楚了这个部分 那么至少比他们的清楚 所以他说 他很后面 因为既成是1923年 写了杂阿罕经刊定记 那《国义一切经》的新定杂阿罕 也是刊定杂阿罕的 是1935年 已经过了12年了 12年是3年了 他还不知道旅成 有出这一本 还不知道 所以学者 你没有先看到 现在新的研究成果 你很可能做白工了 就是你研究出来的是错的 或是你研究出来的 其实人家早就说了 就变成这样 所以一般要写论文 都要先看 这个题目在现代 有没有人研究 研究到哪里 人家都研究到清楚了 你还在那边 讲的没有人家好 你应该在他的这个部分 再往前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说 没有人重视中国 就是旅成的这个研究 在部类次第上 不免有所捣乱 就是他的刊定记 刊定的还是很多错误了 关于杂阿寒经 当然是原始佛教教典 就是现存的佛教的教典里面 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 但不可不知道的 那就是 现存的原始佛教圣典 都是部派所送出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分 根本佛教是佛陀时代的 原始佛教是大加设阶级之后的 现在既不是根本佛教 也不是原始佛教 都是部派佛教 因为都是部派佛教 送出来流传下来的 但是这个部派佛教 是继承原始佛教的 原始佛教是继承 根本佛教的 但大加设阶级的原始佛教 不等同佛所说的根本佛教 部派佛教的这个 这个阿寒经 不等同于加设阶级的阿寒经 不等同 但是是以它为本的 所以我们他讲 现全的原始佛教教 就是这本杂阿寒 包括那中阿寒 长阿寒 真一阿寒 我们说过 那么原来只有杂阿寒 后来又多多多 加进去太多了 就把它分杂阿寒 中阿寒 所以中阿寒 长阿寒 真阿寒 里面有一些 是原来杂阿寒的 是原来有一些杂阿寒 分出去了 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多数都是在杂阿寒里面 那现在导师考定的就是杂阿寒这一部分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他说当然是原始佛教教点 不过 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是南传北传的 都是布派佛教的 因为南传的很喜欢说 他们的教点是最原始的 那北传的是后来的 不是 南传的没有比北传的早 如果我们从布派的发展来讲 因为它是同谍部的 那么北传的 北传的是阿寒 那我们先讲杂阿寒就好 那么杂阿寒是有部的 就是杂阿寒跟中阿寒 都是比较属于有部的教点 那有部是说一切有部 那这个南传同谍部 它是说一切有部 一般我们是大众部跟上座部 上座部底下 分别说部 所以切有部 分别说部底下 才有什么 才有同谍部 法上部 化地部 才有这些 所以如果要讲 讲更接近原始佛教 更接近上座部佛教 我们要这样讲 因为这个很容易 大家都这样讲 那么尤其是南传的 会比较否定北传的 这些教点 那么其实南传的教点 仔细跟它考证起来 并没有北传的照 但是这个是说部派的 一般佛教 佛陀在世时 我们这样看 佛陀在世时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灭后 大家设结局 然后大家设结局 然后再之后 变成部派 变成部派 就变成上座部 主要 主要有这两部 大众部 那么主要是这个上座部 因为上座部重传承 上座部底下 就变成上座 根本上座部 然后分别说部 说一切有部 我们简单讲 就是说一切有 说一切有部 跟分别说部 分别说部底下 才有所谓的铜碟部 那么这个是化地部 五分绿的 四分绿的 这个坛无德部 反正就是这些 那南座的铜碟部 是在这边的 那么 这个 这个一样 那 北传的是有部的 说一切有 上座部底下 根本说一切有部的 那么 那么这个南座的是 铜碟部的教典 只是他们 四阿汗都是铜碟部的 那北传的不是 北传的扎阿汗跟 中阿汗是有部的 正义阿汗 正义阿汗 一般是比较倾向于说 大众部的 那长阿汗 可能是法杖部的 是不同部派的 只是这样 那所以 并没有 并没有说南座的 就比较早 都是部派 都是部派 你不是说你是原始的 我是原始后来的 不是 都是部派佛教的 大家都不是 因为 那个时候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 就是一直变 变到最后 现在大家拥有的阿汗 都会认为 这个南传是最原始的 最根本的 那么如果北传跟南传不一样 那以南传为主 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你要知道 佛陀 佛陀是哪里的人 佛陀不是王舍城的人 佛陀是加皮罗魏国的 比如说这条是恒河 那么加皮罗魏国在这里 那么舍卫城在这里 辟舍黎在这里 王舍城在这里 那摩羯陀国 现在所谓的巴黎语 是摩羯陀国 比较相近于摩羯陀国语 是没有错 那么舍卫城 是乔萨罗国 舍卫城在这里 舍卫城在这里 是乔萨罗国 这个是辟舍黎 乔萨罗国 他们每一个地方的语言不一样 这个是恒河来讲 佛陀都在恒河两边 那主要是三大城市 主要是王舍城 王舍城 王舍城在这里旁边 那中间有个辟舍林 那这边是乔萨罗国 加皮罗魏国是在乔萨罗国 波斯尼网的凡属国来的 是放在里面 那过去这边就是 他尼泊尔那边 就是旁边而已 那这个摩羯托国的语言 比较接近巴黎 但是佛陀大部分 也不是在摩羯托国 最早是在摩羯托国 没有错 佛陀大部分是在舍卫国 二十几年在舍卫国 舍卫国的语言 跟摩羯托国语言 又不太一样 那摩羯托国是比较接近巴黎 是没有错 那印度的语言 非常的复杂 全世界最复杂的种族跟语言库 就是大家设的大本营 他本来就在那里 佛陀路灭 他才从 他才从王舍城 灵鳩山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 走到这个居士那 然后回来在这里 在这里因为 五百个人参加接级 要有人护持 在王舍城的七色窟 结级的 那因为大家设的原因 才以大部分 大概可能就是以巴黎 因为他在王舍城结级 然后大家设 以大家设为主的 如果今天在舍卫城结级 那可能就不一样 可能就不一样 好 这是一个 那么 释迦 摩尼佛当时弘法 是以巴黎语吗 不是 因为经典里面就讲 那么 佛弟子提出 要以什么来弘法 范语 因为范语是高级语言 佛弟子对 世尊提出的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用范语来弘法 因为印度人 一个就是用范语 佛陀都不允许 但是范语还是有人弘扬 但是没有那么 就是 你可以用范语 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都用范语 佛陀不允许 你在哪里 你在摩羯头国 你就讲巴黎 你在乔萨罗国 你就讲乔萨罗国的语言 你叫屁舍 你就讲屁舍里的语言 因为这个问题 要让人家听得懂啊 他不反对你用范语 但不赞成都用范语 他不反对你用范语 但不赞成 以范拜为主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在经典里面 就有记载的 所以不太可能 你说 你说这个巴黎语 是佛陀洪法的语言 不是 不可能 一想就知道不可能 你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是讲国语 你要到客家人的地方 人家听不懂你要讲客家 像我在屏東有时候讲 是用台语讲的 因为底下老菩萨 他哪里国语都听不懂 像我在新竹 有些也是 讲无量数据也是用台语的 人家都听不懂国语 你用讲国语 你自己讲得高兴 人家听不懂有什么用 所以你巴黎语并不只是 巴黎语是王者臣的语言 摩羯头国的语言 你离开了摩羯头国 你还用巴黎语言 那不可能 而且现在的巴黎语 不完全是摩羯头国的语言 它有一点改变 就好像我们的台语 也不完全是闽南语 它一定会有改变的东西 那么这一部分一定要知道 因为大多数人 都是以南传为最原始教典 我告诉你不是 以巴黎语为根本教典 我告诉你不是 当然它跟 其实南传跟北传的扎喊来讲 都是根本教典 并没有哪一个比较 比较早比较殊胜 那么而且像梵语这个 因为大圣经典很多都是 以梵语写成的 那因为梵语显起来比较高级 那么比较会有些知识分子所接受 主要是这样 那当然跟它的时代 当然也有关系 那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就是这个巴黎语比较原始 我告诉你不是 老师在这里就讲了 我们看 所以他说 都是布派所送出的 都是布派的教典 没有 不管你是南传跟北传的都一样 汉语的杂涵 你看汉语的杂涵是上座部中 说一切有戏的诵本 说一切有部 如说一切有部所传颂的 福掌玉经 福掌玉经在273经 因为它这个论 273经在哪里我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273经在哪里 对照前面的 因为这个叶数跟我这里的叶数不一样 273经看一下在哪里 396 273 找得到吗 后面没有叶数 285经 273在 看不到 没关系 273经 六路处 第几页 第几页 262 262吗 福掌玉经 273经 哦 这里有273经 好 不是 不是这里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 396经 396 蛤 235 看一下23 235页 好 好 好像也不是这里 273 哦 等一下 我看一下 396 在哪里 也不是 1353 135 3 2 1 8 等一下 我看一下 135 3 2 1 8 353 3 2 1 8 他是在六路促送的218经 是吗 我看一下 好像又不是 福长玉经 在六路促送的218经 他是273或396经 他是在几几页 我看一下 就是235这边对 对对对235这里 看到最底下 这个就是福长玉经 十比丘最底下第二行 文士尊所说 何所生辟经 交语何所生辟经 他就是福长玉经 他是翻译不一样 他翻译说何所生辟经 235 235倒数第二行 这一部经其实就是福长玉经 那么导师底下 诶 这没有注解吗 这个没有注解的 这一本印的是没有 导师没有注解的 他说这本经就是福长玉经 这个都没有注解 那没关系 那福长玉经里面 我们就翻回来看 就这本诗我们等下来看235 就福长玉经 好 他说 这个 说一切有部所传送的福长玉经 顺别处间 我们就不用看 大概看一本就知道 那么都鉴于汉语的扎喊 就是南传的没有 只有北传的扎喊有 因为他是有部的经典 说一切有部都是说三世有的 所以特说云和一切有 就是我们看到235那边 云和一切有 这个只有在 所以同牒部也有 只有他有的叫点 这里有没有讲到云和一切有 在哪里 不晓得 235 没有看到他写云和一切有在哪里 好 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这个可能在《顺别处经》里面说的 那他说 这个有部是三世有的 所以特说云和一切有 我来看殷孙导师的注解 这《杂二汉经》 卷十三 后面的 没关系 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再翻就很浪费时间了 他说肯定的时候 已有过去色 已有未来色固 所以圣地子不要固念过去色 不心求未来色 这个是在另外一部经里面 不是这一部经 我们后面讲到再来看 那么这些都是现存八例圣典相应部 他说 与杂寒经同于原本 属上座部中分别说 细的赤铜铁部所送 这个是在我们看一下 他说云和一切有 他是在哪里 我看一下 第六 第七 杂寒经卷 他倒是没有 底下没有写 没关系 那他说 这个 上座部中分别说细的赤铜铁部所送 这个是南传 南传相应部 所没有 那南传也有一些北传没有的 不过都是符合他们部派的教育的 说一切有部的圣典 可以对抗现成八例的相应部 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复杂 他说 但因从说一切有细传承的立场去治理跟研究 意思就是说 这一部杂寒既然是说一切有部的 你就要以说一切有部的立场去给它编排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杂寒经是另外一个一本 还有一个叫做别意杂寒 高栗杖 他只有二十卷 只有二十卷 不过 这个 他说 这个是 加设一部 就叫做影光部 别意杂寒是影光部的 那么杂寒是说一切有部的 那么中阿寒也是说一切有部的 我们的长阿寒基本上是法杖部的 真意阿寒比较有 大家比较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倾向于说大众部的 那另外有一个杂阿寒的译本 只有二十卷 这个有五十卷 但是少了两卷 四十八卷 那别意杂寒有 它是影光部 就叫做加设一部 影光 影光部 大家可能不知道 影光部又叫加设一部 也是分别说一切 说一切分别 就是分别缩细底下的 那他说这个次第极为混乱 那高历杖的版本把它分作十六卷 那里面有两宋 大阵杖计数为三百六十四卷 大阵杖是日本的 日本的大阵杖 高历杖是韩国的 那这部经梁 就是南北朝的梁 宋启良人的讲 出三藏祭集 没有说到 好 随朝的法经路 有举别意杂寒明目 但是不知道是谁翻译的 那经中有注解说 毗离情言雄言 所以谈开源世教路 父路情路诗意 据舍论击骨 以为 今简易文体材盖在魏晋之间 魏跟晋 魏是三国 晋之东晋西晋 全非东晋以下的语气 晋以下就南北朝 且秦言之 秦言 秦言 这个 它有秦言 因为秦言雄言 就是秦言 读见经十二曰 毗离勤言雄 一个勤字恶足正在 就是单单这个勤 没有办法就说在这个魏晋之间 或晋字音物 晋写成勤 亦不可知 他大概讲说 他可能也不是在南北朝之前 魏晋之间可能不是 这是推想为汉代所议的 但或晋字音物又容许 可能是西晋所议出 然议者巧琢不一 翻译的人会翻不会翻 那么不一定 不可一概而论 这个是在讲这个杂罕的另外一个译本 如浮琴 浮琴就是魏晋南北朝里面的浮奸 琴有浮琴跟姚琴 那这两个都付词佛教 那么姚琴是姚心 姚心付词的是纠摩罗史 浮琴是浮奸 浮奸付词的是道安 那么这个都是在西晋的那个时代 南方是东晋 因为东晋偏安江南 那北方那个时候叫做五湖十六国 就西晋那个时候 那么北方是五湖十六国 五湖十六国里面就是 基本上都是像这个鲜卑匈奴 杰低腔这一些 那么他也是在大概就是 西晋过来就是南北朝 就魏晋南北朝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里讲的浮琴 就是浮奸的那个秦朝 那基本上是道安那个年代 初一的中阿寒 那么真一阿寒 是东晋的义点 而义文却是 并为本师子 名不当时 依稀俗辞 俱味一差 良由义人造次未善敬言故事 就是他不太懂得当时的语言 那翻得很差 那没有办法真正翻出他的原意来 别一扎喊 既著有情言 似乎没有灰西晋 西晋是两百六十五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 这是两百六十五年以前 西晋是两百六十五到三一六 所以西晋以前就是两百六十五年以前 亦出不可的理由 那总之别一扎喊是古亦 比五十卷本亦出为早 那么就是说 扎喊 扎喊 九纳巴多勒是三百三百一十几年翻的 三一六 我们前面讲是四百多年翻的 四百三十六年 在原家十三年 四百三十六年翻的 那如果别一扎喊是在两百六十五年以前 那就更早 是更早 是古亦 就差了一百多年 两百六十五到三百四百三十六 原家十三年是在四百三十六年 那他是在两百六十五年以前 所以他其实更早 是古亦 但是他说古亦为什么叫别亦呢 别亦就是先有这个亦 然后再另外翻亦 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后面 其实不是 是在前面 他说比五十卷本的 实际上是又四十八卷 亦出为早 所以别亦两字不是初亦的精明 是后人附加上去的 就是他本来就叫杂阿海 但是因为以这个求纳伯托罗为主 所以就把最早的翻译叫做别亦 其实是这样 导师的推论是这样 那么就算他 因为他是写这个情 就不管是谣情还是扶情 那么如果是扶情的话 是三百多年到四百年这中间 三百五十一到三百九十四 如果是谣情 就三百八十一到四百一十七 那不管 不管是谣情还是扶情 那扶情是三百五十一到三百九十四 所以不管是谣情还是扶情 他是写扶情嘛 那扶情是扶情是三百九十四年以前了 那这个扶情是四百三十六年 所以一定是比他早的 所以他说 那别亦这个是后人附加的 二十卷本的别亦扶情 只是五十卷本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扎喊就只有五十卷 还是求那扑托罗翻的时候 也没有翻完整呢 也不知道 不过一般来讲 五十卷大概就是全部了 那次第相同而文艺略有出路 据舍论基谷论断 二十卷本 为影光部的颂点 或推论为可能以化地部 或法杖部的颂本相见 那么我们说过 从上座部底下 有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 分别说部底下 主要就是化地部 法杖部 影光部 跟次同点部 所以这四个都在分别说部底下 分别说部底下 化地 法杖 影光 跟次同点 所以南传北传系是同一个系的 就是上座底下 上座底下有分别说 应该是说一切有 跟分别说部 我们说分别说部或分别说系 分别说底下 基本上就四大部 分别说底下就是 这个我们讲化地 法杖 法杖 影光 赤铜蝶 这个是南传的 这个是赤铜蝶部 这个是南传的 这个是北传的 这个别义杂阿罕 这个是南传的 这个是四分率 这个是五分率 那其实是同一系的 可以讲 不管是南传的 还是北传的 还是别义杂阿罕 现在杂阿罕有三个版本 别义杂阿罕的比较少 二十卷的 那北传的 求纳巴托罗的杂阿罕是 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系的 是这里的 北传的杂阿罕是这里的 南传的杂阿罕是这里的 别义杂阿罕是这里的 其实差不多都是上座部底下的 都是上座部的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所以他讲到 都是上座部 分别缩细流出的部判 他说可能你画地部 画战部 但是不管是画地部 法战部 还是影光部 都是上座分别缩细流出的部判 上座有说一切有跟分别说 分别说不管是影光部 不管他是画地部 法战部 影光部 其实都是分别缩细的 同出于一系 如说禁于画地部 法战部 整人一定说不禁于影光部 因为他们大概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甚至跟赤同谍部 也是同一系的 也是同一系的 那么他说教义上 影光部主张 过去 未来 与果业似有 那么与说三似有的说一切有 那么赤同谍部传的是说 影光部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 那又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这边的是分别说细的 影光部是分别说细的 但是赤同谍部里面认为 影光部是从说一切有部分来的 那又不一样 其实部派到底是怎么分 有十几种说法 到底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采取导师的说的这一种 因为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他说赤同谍部所传的 那么影光部其实是说一切有部分出的 不过我们这边认为的是 这个影光部是这个分别说细里面的 他说要接近些 那么五十卷本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赤地与二十卷本相近 所以被称为别意杂涵的 属于影光部诵本是更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直接就把它讲 它是影光部的 那么 其实是这样的 玄奘 所翻译的 据舍论 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就好了 后面再慢慢讲 没关系 那这个其实都是在说 杂涵的一些问题 这个讲完也要可能要好几节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就好 因为再讲下去可能也要讲很久 好 我们先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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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